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我是Lily 以限內容取材次新唐人精英論壇節目發表於《大紀元新聞網》文字 隨著西方態度轉眼俄乎戰爭是否將要迎來轉擊 哪些因素制約俄羅斯動用戰術核武器?全球爆發四場關鍵戰爭風險加大 未來新格局將如何形成?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 這場戰爭已經持續了兩年三個月 並且在可見的未來,仍然沒有任何結束的跡象 這場軍事、政治、經濟力量較量的馬拉松未來會如何走向? 更重要的是,這場戰爭將來如何影響全球秩序和未來的國際局勢? 道立電視製片人李軍在新唐人精英論壇節目中表示 從2002年到現在,針對烏克蘭戰爭已經召開了四次國際峰會 即將舉辦的第五次峰會主辦方式瑞士 時間是6月16日和17日 目前已經邀請了160個國家來參加 有80多個國家已經確定來參會 美國也會去,但是習近平和拜登現在還沒有最後表態 其實烏克蘭早在2002年11月就提出了一個10點的和平方案 這次峰會可能還會將繼續討論這個和平方案 它的內容主要是俄羅斯從烏克蘭撤軍恢復到1991年時的俄烏邊境 召開和平會議,簽署一些國際條約,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進行戰爭審判 以及包括核安全問題等等 李軍說,俄羅斯現在的局勢與去年夏天的形勢正好相反 去年夏天,烏克蘭發動了下跪攻勢,而現在是俄羅斯在發動下跪攻勢 俄羅斯目前的重點進攻目標是烏克蘭第二大城市 哈爾科夫 雖然俄羅斯有炮火優勢,但是推進也是很艱難的 基本上雙方還是在消耗戰 拜登總統上週在西點軍校發言的時候,再次重申要支持烏克蘭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宣布向烏克蘭提供新的2.7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這派援助包括海馬斯的彈藥、155毫米和105毫米的炮彈 還有反裝甲系統等等 歐洲方面,瑞士計劃在三年時間內向烏克蘭提供總額將達7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5月下旬的七國裁長會議還會討論一個議案 就是美國提出的向烏克蘭提供一筆500億美元的貸款 用俄羅斯央行被凍結的約3,000億美元產生的利潤來償還貸款 隨著這些援助的到例,俄羅斯目前的炮火優勢可能會發生一些逆轉 戰爭的走向也有可能會發生一些改變 自深正經評論人士,黃浩在《精英論壇》表示 俄羅斯之所以能發起今年的下跪攻勢 很大程度上就是支持烏克蘭彈藥不足 當然人力上的烏克蘭也與俄羅斯不能相比 因為俄羅斯畢竟總人口是烏克蘭的四倍 美國國會通過法案以後 也就是俄羅斯下跪攻勢開始以後 烏克蘭的武器就很快到位 人員訓練方面其實也跟上 有一個國家還要派軍隊去訓練烏克蘭的軍隊 所以應該在火力上烏克蘭會很快扭轉局面 烏克蘭能不能重新發動進攻 這一點其實在很大程度上 是受美國同邦約組織的約束 現在的美國同邦約組織 基本上已經不反對烏克蘭打擊俄羅斯境內的目標 即使戰場上烏克蘭被進攻 不能立刻扭轉 它也能夠打到俄羅斯的重心 無論從後勤供應還是從心理上 對俄羅斯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所以對前線戰場是有幫助 因此戰局應該很快會發生一些變化 或何表示 面對西方援護力度的不斷加大 俄羅斯發出使用戰術核武器的核威脅已經很久了 戰術核武器和戰略導彈的核武器不太一樣 戰術核武門檻相對要低一些 但是 這個取決於北約組織如何反應 因為自從有了核武器以後 核武器其實是一個恐怖平衡 所以大家都不敢打 在這個基礎上保持戰略平衡 到現在為止 這個平衡從來沒有打破過 現在必須要有個平衡的壓力 目前表述比較清楚的是波蘭 波蘭說 如果俄羅斯使用戰術核武器 這樣北約軍隊就會將入參加烏克蘭的俄羅斯軍隊全部消滅掉 也就是說 北約組織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參戰 但是如果俄羅斯一旦使用核武器的話 俄羅斯面對的就會是整個北約 《大紀元》資深編輯和主筆石沙在《精英論壇》表示 其實對俄羅斯來說 使用核武器會背負非常重要的道義上的譴責 在前蘇聯解體的時候 有身分一個核武器是分給烏克蘭的 也就是說烏克蘭是可以繼承這些核武器 當時美國人和俄羅斯人都非常緊張這件事 包括法國、英國、中國在內非常緊張 因為三分一的蘇聯核武器相當於一千多個原子彈 這件事是非常可怕的事 石沙表示 有報導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三個月 主要是針對俄羅斯的專業軍人 就是它的正規部隊 打到後來全部變成新兵 它現在去打的完全就是靠堆日海 對於那些新兵 有些新兵兩個星期訓練都沒有 直接上戰場發一把槍就直接去 這其實就是一種消耗戰的模式 所以我個人傾向 俄羅斯可能不太會使用核武器 不管是從意識上 從道義上 從歷史上來說 這非常講不過去 所以現在看起來 俄羅斯戰爭很可能會變成一個抗日持久的拉居 有可能會持續很多年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國軍在精英論壇表示 俄羅斯戰爭其實已經成為 現今世界上兩個陣營夠亮的一個焦點 看起來很可能會長期僵持下去 變成類似冷戰的局面 因為有核武器 兩戰期間美蘇從來都沒有直接的軍事衝突 所有的衝突都是代理人戰爭 尤其是在阿非拉地區 俄羅斯戰爭也可以看成是冷戰的一個持續 也是一場代理人戰爭 而根據美國軍方的研究 中共最可能進攻台灣是在2027年到2030年這個期間 對中共來說 如果美國把力量分散在世界其他地區當然是最好 而且另一方面 現在世界兩個陣營很明顯 在專制國家陣營中 其他幾個國家也變得越來越依賴中共 這個對中共來說也非常有利 國軍說 這場戰爭可能是 塑造未來的一場重要的戰爭 比如冷戰的開端也是一場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四個帝國的崩潰 一個是奧空帝國 一個是德意志帝國 一個是俄羅斯沙皇帝國 再有一個就是奧斯文帝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可以看作是帝國的反擊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延續 但也帶來同樣的一個後果 就是大戰之後 大英帝國的崩潰 正民地都獨立了 帝國的解體崩潰 帶來的一定是世界格局的巨大改變 我們現在看到的其實就是 蘇聯帝國崩潰之後 帶來的後效應 當然其中疊加了中國經濟崛起的因素 所以烏克蘭的戰爭 只是全球新格局的一個開始而已 本次的《西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按讚